王楚清发球 孙颖沙侧身强攻 沙头赢了 沙头夺冠了 这是2022WTT新加坡大满光赛 混双决赛 王楚清、孙颖沙和林云如 郑宜静之间的精彩对决 众所周知 沙头组合是巴黎奥运 国拼重点培养的混双对象 在去年的多项比赛中 他们均轻松拿到冠军 状态增加 这次的新加坡赛也不例外 王楚清、孙颖沙一路过光长将杀进决赛 而他们的对手正是中国台北组合 林云如、郑宜静 考虑到后者已经是台北的最强混双组合 因此本以为这场决赛会很胶着 没想到沙头还是靠着疯狂的进攻 很少了对手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比赛 欣赏一下王楚清、孙颖沙的精彩表演 第一局比赛上来 双方就展开了精彩的对拉 比赛开始 王楚清的防守质量非常高 他跟孙颖沙一左一右 让对手很难招架 漂亮 这种双打比赛真的太好看了 看一下 这个球正一进来因为第一个揭发球 失误度非常快 上台调打再得分 大头今天状态不错 连续的正手强攻又拉穿了9比2 配合的默契度包括质量都是要高于中国台北选手 拿下第一局 后面的这板衔接也是非常的快 可以说孙颖沙的这个质量 第二局开局 台北组合发起访扑 也是害怕王楚清后面的衔接 凌云如的防守也很强 凌云如这几年的成长也是非常 防守仿击 王楚清再次强攻得手 3比3 其实凌云如这球拧拉的是个旋转 看更测 孙颖沙的手感非常的好 把这球给粘过去 王楚清的正手的进攻 这局台北组合的回球质量 明显提高了 双方比分僵持 刚说完 正一进就出现了软绵绵的揭发 结果被王楚清直接扣杀 凌云如连续两个防守 速度真快 凌云如再来 当这次被杀杀防住 王楚清直接扣在中路 再次得分 这局双方击云如这局双方击账至十平 关键时刻台北组合连续回球下网 杀头12比10惊险胜出 看这球 好球 第三局比赛开局连续两个插网球 杀头幸运得分 好球啊 台北组合心态明显被这两个运气球影响了 他们连续丢分 漂亮 热球杀杀和大头真是把对手调动的手忙脚乱 就是从 圣一镜到林运如两个人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 差一些 对还是 又一个揭发直接拧 王楚清神了 漂亮 哇 哇 这个球插网球都能高质量打回去 这就是说的 王楚清今天不得了啊 对手都无奈的笑了 这个球插网 这个就过去啊 然后过去还是擦边 这就是 这个就是说明 大头防守再来 8比1彻底打风了 这都能救回来吗 王楚清太离谱了 你看郑一镜 已经爆头表示不敢相信 这球都 你看打的都有 对就是 哪都是球 你看什么打 对 就是 在轰出一波9比1后 尽管杀头有些松懈被追回两分 不过 随后王楚清的防守 再次打出穿越球 成功拿到赛点 随着孙颖沙强攻得手 沙头也以11比4 拿下第三局 大比分3比0 横扫台北组合 夺得本次新加坡 大满逛赛的混双冠军 这场比赛 王楚清的发挥 可以说近乎完美 希望他跟孙颖沙的组合 未来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